学英文,好像是这样 你不知道,很多年之前 所以我当时的节目叫《三个节目的心》 我就抄了他 我叫《听歌学追女仔》 教大家如何追女仔 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看卡通学讲英文 因为这个发生在一间酒店 话说有一个不太懂英文的人 他就打电话去櫃台 因为他不太懂英文 英文不太懂英文 但我的房间 首先问 You have you seen Tom and Jerry? 你没有看过Tom and Jerry? 你没有听过? 从来没有听过 即是一只猫和老鼠 Tom and Jerry 猫捉老鼠 那只老鼠叫Jerry 那只猫叫Tom and Jerry 很受欢迎 是的,大人、小孩都会看 我英文不太懂 但Tom and Jerry 那我的櫃台就是 I know, I know Tom and Jerry 以为他想看 不,他说 My room has Jerry My room has Jerry But no Tom 接着他就说 Bring Tom Bring Tom 叫他弄成猫 Come, bring Tom Bring Tom 那酒店就说 我们来弄 但我们没有Tom 我们要找竹鼠队 替你弄成猫 Marco你刚才那些快音 那些卷尼 Bring Tom Bring Tom Jerry Derry 你又看过就明白 如果他像你那样 Tom and Jerry 他就完全不明白 但他当时不懂 他怎么形容老鼠 他英文不好 他就唯有借助卡洞片里面的 角色来说 如果你说刚才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法兰西 你弄得我有一点弱 法兰西 如果法兰西 刚才那一件 不如叫你叫什么名字 因为现在所谓的 翻译神器是很普遍的 我最近在我自己的同一层 突然开始有个女人说 我买这些翻译器 卖到不停开声 他那样是怎样的 正常我们D100 在买那个类型 我们这边有卖吗 还有 有 有个声音声大 他肯定来 那样是怎样的 那样是怎样的 基本功能是差不多 就是对他说 我很肚饿 我很肚饿 今次又翻译英文 也可以 准的 应该是准的 我那天在网上 看到另一个是这样的 譬如他通告写着 Francis is handsome 我一掃上去 Francis很英俊 有些手机有这样的功能 挺特别的 那些APP有这样的功能 手机没有这个功能 应该是APP APP是有这个功能 本身手机一出便可以 那也挺好的 只是文字 他也可以即时翻译 不止文字 有些APP是 譬如你在生果店 掃西瓜 突然有西瓜 OK 可能你不知道那些是什么 对 没错 即时翻译就全部没东西 没东西 是吗 是的 即是即时翻译那些 但你自己用得合不合当 那你本来想说 我意思是 如果刚才你举的例子 那位朋友 那位朋友 英文真的这么差 用自己的语言 用他自己的语言 神器 翻译神器 便宜至两三百元 贵至一千多二千元 你不就认为 然后就有电话按给他 我想便宜和贵的分别 准于不准 我猜 而且出产地 不,我觉得是 其实现在大数据很多 如果要翻译 其实现在的AI就是靠大家不停地用 没错 每一次去收集的一个数据 就会变成一个大数据 而这个大数据 其实都是同出一次 只是用那样东西来译 对吧 即是他不会有一个 以前我们记得Michael 我们读书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 即是我们有个翻译通 是 翻译通 即是你读书有没有 有有有 翻译通就是将一些 原先的数据 他可能都有更新 但是应该要付钱更新 就是大家去按 考试的时候也能用到 都是用那样东西 你想想我发展了 以前考试用得 十几二十年考试的钱 考试用得 他说可以 要收到 看他看到 他未必是考你的英语 对 是不是考试用得 只可以带字典 即是我们考试 即是我们考试 即是考公开试 你有没有考过Open Book Test 有没有听过Open Book Test 有 每一个考试有不同的规例 是的 我觉得如果真是今时今日 你拿着这些所谓的神器 应该唱都没错 所有地方都 就不用搞乱闹 各位朋友 你觉得也是 都是 都是 我经常觉得现在有电话 其实也不需要神器 是的 你现在试一下 看你用什么App 你有这个翻译吗 没有 有些是 现在是现代三宝 插入新部 iPad 你现在试一下 其实是安全感 你试一下iPhone 你想翻译一下 三宝是什么 iPad 手机 还有什么 还有手机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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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插先卡 我那一只 你那一只 我那一只 我那一只 我怕你拌不掉 我都不行 你充电而已 你现在是无线充电 你回家 放下充电座 如果它是一个电脑 它还是上网 要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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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一下 你现在想翻译一下 你现在试一下翻译一下 它没有 有其他 有其他 Google Translate 我还没打到其他 是 Google Translate 我不是Google Translate 它不是Google Translate 它是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值得试一下 因为它用的 所以一定是Google Translate 它本身有Google Translate 但它用的时候就变成Google Translate 就是这样 是关键的 Michael 你说得对 是 用那样东西就变成另一样东西 因为软件放在这里 就是死的 人就生 但我觉得也要转 不是 你回家的时候 最重要是打什么 keyword 如果当你咕噜的时候 你就走错路 就叫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那你用的地理不是 咕噜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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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咕噜的 对 你有没有想 比如 我不知道打什么 不知道打什么 我连想都想不到 你想发现什么给听众听 不知道 今天是星期二 可以吗 这么简单 但星期日一定是准备的 那你现在试试它怎么样 星期二 不如这样 你打第二句 我有个大咕噜 大咕噜 大咕噜由中文变成中文 对 你直接按出来 你按出来给听众听 来 大咕噜 不是整句吗 哎呀 我认不到鹿 我说得不好 大咕噜 他认识了什么 我是大咕噜 大咕噜 大咕噜 我这样讲出来 你照给他试试 大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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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咕噜是大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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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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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自己放 大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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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熊 好 大咕噜 我的 我使他 像一宗神器 神器 我想睡覺 神器 繼續吧 我襯托你 一個神器就是什麼呢 牛尾 我覺得這個神器適合阿通哥用的 因為他是一個單身人士 以音樂也出來了 就是發生… 來吧 我聽說 他就說吧 發生在日本 這個神器叫什麼 這個英文就叫TWINS CHIP 什麼是TWINS CHIP 我覺得是正常 什麼正常 剛才你的不正常 剛才不正常嗎 不是 我說不到 因為我這樣用的必要說到 什麼TWINS CHIP TWINS CHIP 是一個牌子 是一個牌子 那樣東西叫TWINS CHIP 是日本的 對 日本推出的 我想你們兩位未必 可能未必用到 為什麼 主要是這個產品就是給一些單身的人士 一個人煮飯的人士 不過我也覺得這個產品 也挺適合在香港使用的 因為香港 你知道上班工事長 大家回到家有時都不想煮飯 很累的 這個自動烹調料理鍋 這個神器就適合大家的用 好像在網上 類似以前見過有些廚房 全部倒進去 有機械臂這樣繞繞繞繞繞 我想幫你炒 對 總之你只是撒撒 這樣就可以了 機械臂就這樣炒 就是類似的東西 你想想 其實Firmware會有效的 洗衣服是怎樣 以前媽媽就是這樣 很仔細的 洗衣板 如果乾不乾淨呢 你只是感覺乾淨 你複搭衣服 毛巾搭著 你明白嗎 全部東西都折成 然後就這樣 這樣就沒有了以前 那些主婦的俗藥磨的洗工 這樣就這樣搭 水沖沖沖沖 乾不乾淨呢 你聞到洗過的味道 但乾不乾淨沒人知道 其實肉眼判斷 判不到斷 你聞到香 有洗完洗的香 但乾不乾淨 你炒菜也是一樣的 其實你把材料丟掉 它就在滾動 炒炒炒炒炒炒炒 然後一式機就可以丟上來 就是這樣 那神器就是類似的 類似是這樣的 很久了 把材料都放進去 就是又炒炒炒 它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做 菜也可以 肉也可以 然後飯、湯 連湯品 不 別人說什麼甜品都可以 飯是怎樣 炒飯呢 就放進去 就是它有四格的 就是它有四格的 底下那兩格是飯 上面有一個蒸爐 那跟電飯煲有什麼分別嗎 不是 你做什麼 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我以為你說這麼醜 就是介紹電飯煲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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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今天介紹電飯煲 世上一樣叫做電飯煲 這個新科技一定要聽 有什麼不同 沒有不同 但它說同事主出十本 我想跟你說 可以 出… 阿祖… 她不是Joanne 阿祖呢 阿祖的樣子 就是代表現在聽眾 在我們另一邊 在聽節目 阿咕嚕哥 阿咕嚕哥 其實我今天漏了那個字 是應該加進去的 是應該加進去 不應該拿走 那有什麼不同 它就是同時間可以煮十樣東西 我知道 你怎麼煮才可以 不是 形狀是一個鍋 還是一個鍋 還是一個鍋 剛才我說過 就是一個鍋 但它上面有機械臂 這樣炒散 不如簡單 我兩個就搞定了 它其實類似一個電飯煲 但那個電飯煲 是分了幾格的東西 在裡面 最有四格 一個大的電飯煲 是一個大電飯煲 不過是分了格的電飯煲 一個大的電飯煲 對 即是黑了眼睛 放了電飯煲 不是 你們可能現在新一代 真的沒有見過 阿媽 我阿媽以前 是幾樣東西一起蒸 你明白嗎 飯 鹹魚 再放一個格 又放一個肉 再放一個格 這樣 蒸三四樣東西 即是好像一碟搭 一碟一碟 中間有一個格 蒸東西的格 所以蒸完後 它是逐碟拿出來 三四碟 有什麼分別 之前阿媽 舊香港 那個做法 這個產品之前 已經多了什麼 多層蒸鍋 或者是一個電鍋 四格的 而且細心度是什麼 你煲的東西 首先上面那層 醬汁就燉到下面 下面的菜味就有味道 最低的就是放米 即是有這些 不過很細緻的安排 即是食物這麼結構 有的 不同的食物 它需要的烹調時間不同 所以要蒸久一點的 你早點放 有些不用那麼久 你最後那碟放 因為那個蒸一蒸熱就可以了 如果你全部一起過 同一時間 就有些會超過 太熟了 即是這樣 而那些類似電飯煲營的東西 有幾格 又是放進去 首先 我覺得如果爭取時間 原來每秒都幾十萬上落 不要搞那麼多 每秒幾十萬不吃 不吃 有姐姐煮給你吃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現在的科技 究竟是幫到我 還是在製造垃圾 即是我這樣說 如果你實際生活 忙到一個點是 我連吃東西都沒有時間 買菜都沒有時間 你真的沒有吃 你究竟餵什麼 即是照顧家人 我連煮飯的時間都沒有 失去自己的健康 那你問一下問題 為甚麼是這樣 對 究竟為甚麼是這樣 當原來你秒秒幾十萬上落 說大哥 你不是請不到兩個姐姐嗎 對 那你叫姐姐煮吧 幾十萬上落 不是請了兩個姐姐 是請了二十個姐姐 二十個姐姐 有些姐姐不是用來煮菜 第三 有些朋友說 不是 有些女士或男士 現在家裡煮食未必是女士專利 男士也可以煮給太太吃 或者煮給女朋友吃 但我的廚藝又不好 所以我買了這些鍋 裝飾煮 但我想跟大家說 煮食之前 首先那個前奏很重要 例如如何處理食物 例如如何解凍 如何調味 烹飪當然有前奏 調味 藍條遺菌 還有煎炒炆燉焗煮 本來都是用不同的器皿 沒錯 鍋也有很多種 平底有彎 現在又有什麼隕石鍋 又說不黏底 人都炒到 不是類似的 幾千元的隕石鍋 我只知道他經常用大什麼鍋 狠鍋 那個叫狠字 他經常用大什麼鍋 但如果這些有的話 那些鍋會不會越來越少人用鍋 而且我這樣看 那是不是全部都是蒸 他煮法 用蒸 好像電話煮那種 原理也是放些水 這不是很單調 其實是加熱氣 加熱氣 人家神器 加熱氣 Michael你明明 如果我們吃東西 真是果福 那我用丁爐就可以了 如果純粹果福 我先當這個廣告 這個叫什麼 雜菜煲 旁邊的麵豉湯 其實是加熱而已 你想想年藕 拌一堆 我想問炸雞翼的做不成功 要香脆炸雞翼 香脆炸雞翼做不成功 應該未必得到 蒸熱而已 其實是加熱氣 還有關什麼單身事 現在同居很多人 又是不煮東西的 你是否說自己 不是 我們煮的 我就是感受到 都清醒 但這些份量是一至兩個人 如果你說多人 整家人當然不會用這些 當然是你會用一些 就用你那種 拌一拌 拌一拌 但這個東西差不多兩千元港幣 二千元港幣不是真的很貴 現在的電飯煲也不便宜 如果漂亮的電飯煲 是吧 智能電飯煲 只有一個人在裡面 那種叫做不能電飯煲 什麼 咕咕哥哥那種叫做不能電飯煲 他還說 煮你的日本咖喱飯就完美了 我們看到說日本咖喱飯 我想說日本咖喱飯和中國咖喱飯有什麼不同 我不同 我真的不懂 我們中國的要調 日本的不是 要整一包 即是加熱氣 Michael 所以才會一起 真的確實他這個分別 即是不合理的 那它的煮法材料總有不同 我不同 譬如印度有出名的咖喱 日本的咖喱偏甜一點 跟它的片一樣 跟它的AV一樣 日本普遍的咖喱是偏甜的 那些咖喱真的 所以就有7味粉 7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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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可以加7味粉 我好像沒什麼吃過7味粉 真的好吃嗎 我不喜歡在食品裡加這麼多 7味粉來講 是將所有日本的料理 食材都可以加進去之後 扯回那些味粉 那我明白 它吃得太多 沒錯 所以它太濃 你有沒有聽過釣味 釣味 釣人聽得多 日日在外面聽得多 釣味你還沒聽過 我一會聽完新聞 慢慢告訴你 怎麼釣味 6個你應該多吃7味粉 看完 很快